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日本版貓咪大戰爭啦 最近都要來看日本版的東西 因為裡面的東西其實滿多新的東西可以來扁的喔 先來eat一下我們這邊的蛋糕 先吃吃蛋糕 然後再去把勇者1的關卡打完 然後今天重頭戲就是 要把我們這一次11週年的貓大王給他抽出來啊 之前我們已經有抽過那個舉牌女郎 還有那個潛潛女郎的 還有那個潛潛的貓貓了 我們這次要來抽一下這一次這個 勇者系列 11週年的勇者系列的貓大王 然後等他抽到之後我們再拿貓大王去打一下貓大王關卡 應該是滿high的喔 沒問題 這邊20個罐罐 然後再來是下面這邊 這個第一章節 趕快給他打完 這個應該是ok的 然後看加速給他 目前來說好像是20關吧 還是10關 忘記了 超多的 來囉 你看 要有加速才會就是 哲平才會晚啊 我現在已經回不去那個慢速時間了 你知道嗎 我現在真的是very愛這個加速啊 沒有加速增機不行 來囉 各位 弄死他們 好 這邊剛好喔 這系列的關卡好像都是比較偏 誒 等一下 沒有喔 有那個喔 完了完了 有那個有那個 有我們的不死海報來了 弄起來弄起來弄起來 弄起來弄起來 好 關卡應該ok了 畢竟這個照理來說也算是這個 超級貓貓藍眼君眼壓 你知道嗎 藍眼君眼壓的這個環節 可以13566 然後獲得這個傳說的B 然後再來是後面繼續 王樣超累的一日好不好 我覺得目前來說就是 我最近就是有去看一些語言的東西 我又覺得好像其實沒有像以前那麽的困難 就是可能不要那麽常去背單字 你要多講 然後多去查 然後去理解那個意思應該可以 我記得那個我朋友他們學日文 好像也是就是 就是隨身帶一本字典好不好 然後就開始就是去查去查這樣 就是去翻譯一下 去看一下那個字是什麼意思 其實自己去查會比較那個啦 還記得我們小時候的時候啊 國小的時候都會 就是寫那個圈詞嘛 就老師會帶你認知啊 然後寫圈詞 然後你都是自己去翻那個字典去查的 我覺得那樣就還蠻有那個幫助的 真的感覺應該要去學一下 要怎麽使用那個日文字典 應該要這樣 要不然就是帶一個那個翻譯機 在旁邊直接弄 直接弄直接查 然後直接學應該是最快的 像這個決戰前夜就很簡單啦 就是我覺得日文好一點的地方 是有一些東西你真的是可以就是 就是用漢字來去就是 用漢字來去理解一個大概 不過有一些字它是 可能會有相反的意思或幹嘛的 那個可能就 要再去查一下或幹嘛的 但基本上就大概可以看得懂 而且你如果會 就是評假名跟騙假名之後 你念得出來的話 你又常聽日文 你大概就知道那個 看那個意思 比如說你就看得懂這個 arigatou gozaimasu 就是謝謝的意思 然後 sore kojira koso 就是我這邊才是什麽之類的 就是大概知道一點點 然後就是又常常看那個 影劇阿 你可能就會知道 喔 原來是這個意思 就你可能聽得懂啦 但是你不知道是那樣寫這樣 大概是那樣 所以就是 學員大概這樣吧 我覺得先等我把那個 跳舞的那個就是 就是你只學到一定的程度之後 我們再來去研究一下日文 也該學一下日文 日文的話基本上 評假名我是 背的還行 騙假名就完全不行 因為騙假名它是有點混 就是那個 怪來語喔 就是如果你英文好的話 基本上 就騙假名你會比較容易懂 阿我英文就很爛 所以我就沒辦法 所以 所以感覺學好日文 還是得靠一點點英文的 還是得要好好學一些英文這樣子 好那這邊的話 第二張已經完成了對不對 對對對 然後再來是這個 第五張的這個部分 第五張的話是 踩點報酬喔 就是那個 有積分獎勵的 然後第五張的話 總共有十關 然後 報酬的話應該就是從那個 踩點報酬這邊拿 然後不知道會不會 可以拿到那個 然後會不會可以拿到 就是我們那邊的那個抽獎幣 這邊旁邊好像有這個傳說什麼什麼 又是不知道什麼 券的東西 來 大王的化身 應該這邊就可以先看到大王了吧 然後 哇靠 哎唷喂阿 長這個樣子耶 滿可愛的耶 這滿帥的耶 我的天 我以為 我以為是 像我們那個貓咪國王那樣耶 結果不是耶 哇 居然是這個大王喔 這還滿酷的說真的 隱藏 隱藏王角色 然後他有這個初級的這個次數喔 所以大家要記得 真的耶 好可愛喔 這個是 狗神是不是啊 對啊 這感覺是狗神耶 你們看到 小隻的就是狗神 因為他就是貓神的身體 然後他加上那個 狗的那個頭 好帥喔各位 這就是全新的敵人 這好像也要到十一週年才看得到耶 應該台版應該很久 很久之後才 才能看得到塔吧 因為 如果照這樣看 如果十一週年 才搞這個的話 好像就 沒辦法弄了火術耶 就不是明年就看得到的東西這樣 應該是要到更後面這樣子 好帥喔我的天啊 居然還有狗神耶各位 有沒有 犬神啦 不要叫狗神 喔 這關的初級挑戰是 只能出第一排 好 而且我通常都是會把那個 炮灰放在第一排 你們呢 你們會把炮灰放在第一排還是第二排 因為我覺得這個應該 每個人的配置都不一樣吧 我只是習慣就是 都會先把他們就是 由上從左到右這樣排 遊戲裡面好像也是這樣 的樣子 但其實我們只要有康漢五毛應該就夠了 我覺得現在來說 應該要先努力讓那個 就是那個康漢五毛他們就是 三階進化 我覺得這個 有了之後 有康漢五毛之後應該就很好扁 因為像扁羊啊 或扁一些就是 那種比較 比較那種就是 看起來比較難搞的那種 能夠一直一必殺他們 都玩算沒什麼問題 貴賓犬那種 因為打死之後他們就是那個 很好的經濟作物有沒有 你看 這邊直接把那個狗神 直接打掉了 好笑喔 居然會有狗神耶 我完全沒想到居然還有狗神 這種東西 好酷 好 六六失裂了喔 哇 好像沒有拿到最高分耶 對啊 這邊 對 這邊沒有拿到最高分 然後 這個有增加那個幣嗎 我看一下 好像 33張 再打一下 看一下有沒有 下一關 不夠體了 好吧 那只能先抽了喔 好 那這一次我們這個 11週年貓戰 也有這個 上次10週年是那個石石頭啦 然後 前面應該就是那個紀念幣的環節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有33個 然後這一次我們要抽就是這個 全新的貓咪國王 那歷代的這個就是 每一年的紀念都在這個卡池裡面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收集紀念的話 也可以來看一下 那個台版好像還沒有對不對 因為台版好像還沒有進到那個就是 紀念環節 好像是10週年才開始嘛 再等個 再等個幾年吧 快了快了 其實 這個時間過超快的喔 好 那這次的話是攻擊時裂坡 會釋放裂坡 然後 必定讓 讓什麼屬性的敵人這個動作 那個緩慢嘛 順遲 應該是這樣子 好 來看一下 那一口大王 10抽 希望有機會啦 歪到一隻有沒有 來 一個是1萬XP 聚技 貓咪電腦 好 1萬XP Speed 我記得他最後一張 最後一隻是不是一定會百分百給你啊 還是那個是另外一個 這1萬XP 好 這個是我們限定小胖貓 然後3萬XP 各式百千萬 10萬XP 然後小胖貓又來了 OMG 完了 欸 其實滿難抽的耶 有那個保底機制還是比較爽一點點 好 這個是10週年的這個石頭貓貓 然後再來是這個 1萬XP 3萬XP 各式百千萬 對 3萬XP 然後經驗幣 不是啊 都來一輪了 我們那個 貓大王還沒來啊 喔來了來了 喔可愛喔 這個貓咪博士大王的感覺 那口大王可以 卡哇伊 好 抽到了 抽到的話應該 就可以先留著 雖然我也不知道那個幣啊 就是你留著幹嘛 但這個系列 如果你只是想要來做一些紀念的話 你應該就是多刷這個幣 然後 把他拿去換NP 欸 是不是這個辦法 因為你可以一直瘋狂刷這個幣有沒有 然後去抽NP NP可能就 比較不會這麼麻煩了 我真是個天才 感覺可以耶 世界中11年級的什麼東西鬼的 畢竟那個 各種屬性都有耶 然後是這個動作變慢 這隻好像也不錯喔 烈波攻擊 升級一下好了 唉唷 這隻好像不錯喔 然後 升職之後他會變成這個有上色版本的喔 他什麼屬性都可以讓他動作變慢耶 但不知道是不是百分之百就是了 好 來看一下 我們這邊第五章 然後 讓這個國王 對我們沒有體力喔 看有沒有更便宜 這個吧 打這個20關的 然後 讓那個 貓咪狗王 出去爽爽 看他這邊是百分之百緩速 如果是百分之百緩速的話 感覺應該 不錯喔 750塊而已喔 還行 好 走起 大王的話 讓我們用貓咪狗王來打你這個狗王 750 看一下喔 幫他放個盾牌好了 怕他直接被打死 就是我們的貓咪狗王卡娃伊爾 完了 等一下 我想說 要不要打下去我直接把他打死 這個狗神會暫停喔 他把他劍了 而且他其實緩速好像緩一下下而已耶 但是好像百分之百緩喔 看起來現在砍了兩劍都緩耶 好像蠻強的說真的 這劍也太帥了吧 這國王 有喔 各位 那這次就是我們11週年的國王了 那大家有沒有抽到呢 我們這個台版可能還要再等個差不多三年吧 到時候可以再跟大家慢慢介紹一下 那你覺得我們這次全新的紀念貓貓 有沒有很帥氣呢 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囉 那今天就請玩到這邊啦 我是小朋友 大家 掰掰啦